主料,花生米400克,辅料,油,盐,干辣椒,白糖,八角,回香,自然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好的花生米,准备好的辅料,锅中放水,放八角,回香,干辣椒和花生米大火烧开,小火2分钟,煮好的花生米冷却后取一部分,装入保鲜袋, 放入冰箱冷冻,留下刺直接烹饪,另一部分将花生米的外皮去掉,锅中倒油,倒入花椒末,小火炒出花椒尾,倒入去皮的花生米大火翻炒,炸至表面金黄后捞出粒油,放两勺糖,放三勺盐,少许自然粉搅拌均余即可,烹饪技巧,炸花生米师傅炸一下,会让花生米更加酥脆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